跟大家介紹有關定量容器 例如,定量瓶、兩桶,或者是玻璃排片 它的定量,一般而言,它上面會標明這種定量容器 會標明這個TD20C TD是ToDeliver,20C是它準確的溫度 TC20C,ToContent 而我們使用的玻璃排片 是TD20C 這邊修正一下,上次阿元講錯一個地方 一般TD就是ToDeliver 代表它在這邊所乘裝的體積送出去 ToDeliver,把倒出去之後是準確的 而TC TC的話是代表說 它裝在這裡面的體積 就是它標定 在這個溫度之下就是它標定的體積 但是你倒出去的時候 可能還會有一小滴殘留在裡面 所以 經過校正結果 它倒出去的 未必是50毫升 以這根為粒子的話 那我們上週所使用的玻璃排片 這邊是10毫升 假設是液體吸在這邊10毫升 等它裝完液體送出去 到最後一滴的時候 根據官方的說法 這一滴是不需要To出去的 因此上週阿元跟大家講解說 需要To出去 再次做一個修正 再次說明 如果它是TD To Deliver 這邊的刻度是已經經過校正 只要 取適量的容器 再送出去之後 最後一滴不需要擠出去 一樣可以達到 抱歉 就不需要擠出去 就可以達到它所 確定的定量的體積